大家好,我叫唐仁丽,今年22岁,来自南京 我是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专业,大肆在读学生 我热爱生活,热爱旅行,热爱摄影,热爱美食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我是专门冲着谢星老师的旅游体验室二来的,谢谢 在你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对旅游热衷吗 热衷,在我大学四年时间里面,我已经去过了一百多座城市了 不上学对吧 上学,完全是利用我的课余时间 你是业余上学 业余旅游,全职上学 说实话,你有没有因为旅游逃权 有过 少来,有过 那你要我说什么,经常吗 肯定是经常的 花费怎么样 我想说就是我出去旅游,就是我会时刻以穷游作为我旅游的最重要的标准 穷玩 对,穷玩 唐人历确实留下来了很多照片 向我们证实,他曾经去过很多地方,大家看一下 这是你拍的照片吗 是的,这些都是我拍的照片 屁过吗 屁过的 就是左上角一张是在墨河的北极村 右上角一张是在安徽的鱼梁古坝 左下角这张是在云南的卢孤湖 然后右下角一张是08年冬天在华山 来,再看,还有没有 这是哪里 这是安徽恒村 再看 这个是云南的哈利梯田 这是各种火车站是吧 对 你是特别爱拍火车站 就是因为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 来,再看 哇 哦 各种火车票 火车票都攒的,对不对 对 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个习惯 是的 表面上看起来,丝丝我们秀秀气气 其实这个人内心相当狂野 在你旅途这么多的旅途当中 你有没有碰到一个,哇 让你怦然心动的一个姑娘 然后由此展开了一段美丽的恋情 旅行的本身是一件非常容易有咽喻的事情 所以 讲一个呗 所以你们懂的 不言你懂吗 你懂吗 我跟你说 潘仁丽 现在你的那个闷骚劲才出来 要把你的这个劲保持 不要老那么 你刚才看收着了 打开 小伙子给你点提示啊 哪个城市 你刚才拍那些照片 记住都是人际罕至的 缺乏一点人情味 而旅游体验是要有很多的人文关怀 邵刚不是让你讲绯闻 是讲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 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来 不要愿意嘛 不要愿意 讲一段感情 这才能激励别人去旅游 这是旅游体验 是个职责 小伙子 你第一个朋友去哪里做 不是 我觉得这是你们男人所感兴趣的事情 是的 我发现今天啊 所有的男士面是你们少高 你们都要问人一段这个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没有问呀 你刚才人家招了一个男同志吧 你就说这个男同志 这看哈 看到美女老板 怎么怎么样 我做了 很可怕 中国最有名的经典 全部跟爱情有关 断桥 对不对 古浪语 这都是跟爱情相说 快讲一下吧 就是这样 我在里头中认识的一个朋友 旅新的已经来到现场了 哇 哇 你真是长得漂亮 来 你给上来 让我们大家论一下 来 我首先 我首先说清楚 就是仅仅是朋友 所以 各位不要多想 有些事是越描越黑 你知道吗 难怪 我一说到艳遇 他那么抵触 你如果今天不来 他可能就会 特别开心的会讲 你是在哪里遇到他呢 南京暴走的那个西安江之旅 然后后来 红村塔川那个骑行之旅 然后是 那是我们第二次 然后后来之后 我们又就是 就是玩了一群朋友 白板叫上来了 根本不好玩 你全都是组织的 因为他 真的是没有言语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那我现在让你作为朋友 来评价一下 也算给谢欣 替谢欣把架关 他好玩吗 他 不是 你看你们又误会了我的意思 他好玩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好 他这个人好玩不好玩 他 没我好玩 但是 他很靠谱 做事 做事很靠谱 很靠谱 就是说他如果做旅游提示 是的我想 我想可能会很适合 因为他有自己的标准 不推敲了不推敲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唐人丽的这位好朋友 拿着话给我 谢谢 那在唐人丽我问一个 我现在 你别着急 你看又着急 我很淡定 除了旅游体验室之外 其他工作 做不做 不做 其他十一位给提供什么工作 都不做 不做我只选择我想要的 少刚我觉得差不多很快就结束了 所以在小唐已经有了那么百分之百的肯定之后 十二位 请选择 你们是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谢谢 算其他的boss不用浪费感情 我想知道的是沐妍 你留死水手还不一定 你留下来干什么 他留下来就是为了让他去灭灯的 no 我们今天要在二十多个城市做城市周边游的相亲活动 所以呢我们 但这些活动因为很多是在外地举行的 我们不知道这活动质量怎么样 好了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旅游相亲体验师这样一个角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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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谢欣 谢欣 谢欣我告诉你 你带了一个坏头 你现在让所有人把自己的工作都叫体验师 好了 你要向重体验师工作们证明天生我有财 谢谢 自己来介绍吧 这些是我所有媒体对我的一些报导 这是当地的晚报 是的 晨报 这是我们学校校报 学校的校报 然后这个是英文版的环球时报 英文版的环球时报 然后这些都是我在全国各地拍摄的一些风景照 以及 比如说 尹峰 美食体验师 中国最正宗的保仔饭是来自开平的吃坎 广东开平吃坎 太好了这个对我很有价值 我特别需要这样的人才 这个呢 这个是扬州的富春包子 扬州的富春包子 你很适合这个职位 好尹峰你继续酿情绪好吗 他应该是最适合做旅游体验师的这样的一个求职者 真正的爱旅行 拜托其他老板不要拆牌了 少刚我到现在为止一句话还没有说过 你说你说你说 憋死了 信心啊 一定要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对 先易 后扬 那我在意一会儿 他们出来的 他们出来的目的是意 现在到了你扬的时候 你是鲜花 来信心 扬吧 刚才看了你放了很多照片 至少在我能看到的所有照片里面 没有你个人的形象 我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是的 这个一个是我 我出去玩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一个人 所以就是拍照的条件受到了限制 但是有艳遇之后就可以相互拍了吗 能不能说点正经事儿 穆岩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挺正经的问题 因为旅游中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包括艳遇其实也是旅游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旅游体验师实际上是需要一个蛮感性 蛮好玩的一个人 这样吧 我把这个问题改一下 假设这么一个场景 傍晚的时候你在油菜花地一个人走 这时候你突然碰到了你的初恋女友 OK 接下来文字描述一下 时间已经到了傍晚日落的时候 崔烟从各个村庄的民居的烟囱里升起 我走在油菜花地旁 看见一位似曾相识的姑娘 我看见她的背影是这样熟悉 但是和她靠得越近 我却觉得越来越陌生 可能这就是我充电时的感觉 也是我现在的感觉 谢谢 感觉不错 能走 能走 我觉得谢欣老师对这个旅游体验师的要求 有点像一个编剧的要求 你知道为什么我留在现在吗 不知道 因为谢欣内心就是 我觉得很奇怪 非常非常的女人 如果我们都不陪她的话 她觉得没有竞争的时候她会粉丝放弃 所以我今天一定亮了灯告诉我要抢这个人 谢欣就会选择她 不过我不用你陪 你知道什么叫自作多情吗 我承认我是 真是的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那个 谢总您要考虑一下哈 因为其实体验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是她能把一个很个性化的感受 体验能带出来分享给别人 但是她其实包括那照片里没有自己都是一样 她其实一直是一个旁观者 那照片里为什么没有你 你说你说一个人不方便拍 这个问题我们特意在做旅游体验师这个项目之初就考虑了 现在的手机 头上45度脚拍自己 90后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你没有把自己融入这个 也可能你是融入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没有听到 OK 那小唐我问你一问题 就是 稍等稍等稍等 我先把我的问题问完 就是你在最开始的时候 你谈到过你是穷游穷游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因为你走这么多城市嘛 穷游 就是说这种穷游之外 你有没有过其他的一些体验 富游过吗 有过 讲一下 呃 住五星节的宾馆 然后吃的 吃的 就是吃的 就是吃的饭 呃 一顿过万的有过 之前没有听到你说 就是能想起 表现为什么你突然又很有钱了 这个 就是因为一些家庭的原因 就是 呃 自己玩的时候 熊游 跟他爸去的时候 富游 你竟然有钱 为什么你这么多 哎呦 我求你了 谢鑫 你饶了 选择 非常好 选择 不要激动 我只是不需要你赔 你就这么激动 哈哈哈 谢鑫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 啰嗦 我 说一个老板 啰嗦 因为想的太多了 因为想太多了 谢鑫放松 我想的很简单 我跟你说 这个 这个选手上来之后 很长时间我一直没有任何说话机会 我现在难得说一点问题 然后被说啰嗦 爱美食的人不一定爱旅游 爱旅游也不一定爱美食 刚刚我听你那个朋友介绍你 你自己也介绍又爱旅游又爱美食 对吧 美食旅游师你会考虑吗 你在挖墙角吗 尹峰 我觉得墙扭的瓜不甜真的 不是 我就是问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 我会把这个机会留给他 你是愿意选择一个内心事 如果没有 我都觉得他已经很笃定他要去选择什么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多一条出路呢 小伙子你是愿意选择一个那些很女人的男老板 还是愿意选择一个真女人 好了 不要多说了 不要多说了 这些表情不要那么凝重 沐妍 我还在私场 沐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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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轻松一些 你最轻松了 根本没你什么事嘛 对吧 事儿夸着呢 是是是 齐庆你一直在这块你是最有意思的 你邦当就把自己给亮着 留下来 留下来之后 一言不发 你到底为什么留下来 呃他有他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我尊重他的选择 我呢 我赠送你一台相机 爱国者的相机 谢谢 我还想多问一点问题 现在其实内心还没有最后决定 还有点纠结 没有了 我们已经给了大家足够的时间 所有人的问题都是在帮你决定 包括我的问题 接下来 五位 你们决定 让小唐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谢谢 谢谢 当这个结果出现的时候 我感到很正很正常 我清楚的知道 你招聘这个职位 就是来刷广告了 我反对 这个不是刷广告 如果我能在一个节目里面 长期这么长时间去刷广告 还能在我们网站上 打那么大的广告去放 这个公司怎么可能做一个 这么一个忽悠的事情 不可能 你离开是为什么 还是这个问题 就是刚才谈到反复 照片没有你 然后你没有融入这个旅游 你贴的摆摆上的那些报道 不是你写的东西 而是别人来报道你 谢谢 谢谢说的每一句话 就像一个姑娘对你说 对不起我不爱你是因为如何如何 那些理由都是她可以随口说出来的 我反对 不不不 谢谢 谢谢 我能说一句话吗 我能说一句话 太多人要说 你们就安美一下 亮灯的说一个吧 真的 谢谢 我是从上这个节目开始 我真的是挺挺你的一个人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 她之前不是为你而准备的 她出去旅游只是自己的想法 她一个人出去旅游 她拍一些景观 她拍一些美好的事物是正常的 不是她不适合你 是你自己太优柔寡断了 不是优柔寡断 我来听信心说句话 其实我挺理解的 因为我在她刚才的过程中 我也觉得就是她主动去分享的那种感觉 不是特别强烈 就是我们我们经常说就是网感 她可能不是特别好 就是她是不是会随时会想到说 我这个快乐我要拿来给人分享 但是我认为一个人 我要挺一下小唐 我认为一个人能够坚持不懈的把每一个火车站拍下来 这本身就是她自己的一份 我要挺进去 而且在微博上 在微博上发言经常 没你什么事 就你留下来这件事最无聊 没看半天我们都没人理你了吗 我要挺一下应聘者 微博上发言最踊跃的 往往是闷骚型的人 真的 没错 没错 我也挺你 让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旅游铁师本身对你不是很适合 从性格上 比如说到现在为止 一直站在这儿没有动 其实作为旅游铁师这个人是应该非常兴奋 然后一说到就非常的非常有感觉 是编导安排的 不是不是编导安排的 这个编导没有关系 不是 他闷骚的这个性格 我说过很多次 他的性格就是闷骚 闷骚不是他的错 不是他的错 我觉得他非常好 谁说过旅游铁师一定要是明骚的 对呀 少刚我说句公道话 我说句 谢谢你别说了 说实在这小孩啊 因为我也玩摄影 说实话看他拍那些冰冷的风景图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的确没有去的欲望 为什么 我如果想去一个地方的话 我看的是人文风情四次 你觉得拍的很美 方景是拍的很美 风景是很美 好了好了好了 请坐吧 人的谢心 人的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 大家不要这么群起而公知 当然 我们有群起而公知的权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些太悲催了 沐妍 你做了今天特别无聊的一件事情 你觉得现在 你现在赤裸裸的留了下来 你现在约等于是裸铁 因为人家小唐已经说过了 他不会去的 你在留在这干嘛 因为你这样 他讲到了他旅行的经验 也提到了艳遇的故事 他没艳遇 帮我小唐 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沐妍 他的什么婚姻旅游 什么交女朋友的那种体验 你不去 是的 你直接告诉他 他叫沐妍 谢谢你 谢谢你很支持 我觉得我们今天呢 应该把特别热烈的掌声给小唐 因为小唐是一个相当有备而来的求职者 对吧 没错 谢谢 同时我也想提醒小唐 伯乐在找千里马 千里马也要代言识人 哈哈哈哈 用的话实在太狠了 好 谢谢小唐 小唐 我非常 我可不可以上去 他上台拥抱一下 可以 可以 你们两个互相拥抱一下好吗 小唐 你让他后悟去吧